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设置的中兴新村艺术村 提供艺术家创作展示的空间 有将近60年历史的中兴新村 两年前北京监会规划为中科五期 将要发展为高等科学院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大家知道中兴新村这个地方以前是省政府吗 那现在有多少台湾人又知道台湾以前是有省籍的呢 这边有很多以前公务人员住的住宅 现在人口外移就没有在这边住了 我们今天就来好好探索一下被遗忘的村落吧 走走 哇 这里的大富工具有这个协力车 虽然没有人跟我协力 但是我还是很轻松自在 好可爱的车子哦 风超洋快 超舒服 谢谢 谢谢 台湾的拿斯特耶把 爱斯 说到台湾的夏天 一定要吃冰淇淋 我今天来到了熊爱甲冰 做这个冰淇淋的DIY 有准备很多的水果 还有啊 我这边有挑选 你看我的Sachiko 这边可以客制化自己喜欢的样子 应该都很常看到我那个黑暗厨房 我做什么东西都被我搞砸 这个你看本身就长这么可爱的 这要怎么搞砸呢 那因为我很想要深入了解 中心新村这个地方 要访问维尼老板 就为什么你会想要把熊爱甲冰 开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中心新村长大 会想要回到这个家乡去做创业 这边是以前台湾省政府的 就很多文化背景 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 故乡曾经省府的时候是很繁华的 那后来人口外移 年轻人回来会有一个新的力量 这个老的城镇呢 会有心血进入 然后可以做出更不一样的风光 让大家看到这样 哦 好棒哦 谢谢 谢谢老板 哇 拿起我的冰 重重的 要帅一下 这场沙沙沙沙沙沙沙唠 然后要帅 听说三次 哇 哎呀好疗愈哦 超彩色的超冰粉 很可爱 你下次跟我讲 哇 超美的冰棒 太開心了 而且剛剛我的髮的那一瞬間 真的很像髮粉刺一樣的爽快又療癒 這個顏色看來就真的超級賞心悅目的 可以自己做出來太棒了 然後這一個我手上的呢 就是我剛剛的SSHIKO SACHIKO的那個 給大家看我的成品 沒有一個姿勢對的 いただきます 現在是有果肉 吃著自己做的冰 而且沒有上部真的很愜意喔 我剛剛吃完冰棒現在來吃這個綿綿冰 你看這個 有瀏海的熊欸超級可愛的 對對對那個前髮是日文的瀏海 然後這邊呢不僅可以吃冰 冬天喔還可以吃到湯圓 而且它還有的DIY湯圓是超級可愛的 也是那種各種造型的湯圓 是你沒看過的 想要請問老闆就是 你為什麼會想要把店開在 中心新村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對你來說又是有什麼 什麼樣的意義呢 我覺得好的東西一定要從自己的家鄉出發 中心新村這個地方就是第一個 它的風景非常的好 林荫大道啊風吹過啊都蠻舒服的 腳再有一些特色的店家會蠻不錯的 大家看老闆這麼和哀可親 聽說老闆以前是在 監獄裡面管犯人的 為什麼又會來開這麼可愛的冰店呢 之前在監獄上班的時候 坐24小時你還沒辦法下班 你還在坐到隔天的 下午6點而已上班 我就覺得我很像回來都在睡覺 我很像睡完覺就是又要去上班 我跟我老婆都喜歡吃冰 所以我們就以熊當成我們的主題 開了這家冰店 老闆們瀏海熊是有專利的喔 很有創意 我來到了眼鏡咖啡 來看眼鏡嗎 咖啡很香 老闆妳好 我看到了等一下 這邊好像完全不同世界 突然來到眼鏡行的 好特別的過燥喔 聽說很多特別的邊喝咖啡 就會來挑眼鏡喔 嗯 所以這邊邊喝咖啡啊 還可以眼光 真的很特別 老闆咖啡可以看眼鏡 我現在來到了眼鏡咖啡 如同其名它就是眼鏡行喔 那它特別的呢 不只是讓眼鏡行注入了咖啡箱 可是旁邊呢就是這邊最美的綠色隧道 而且這間眼鏡行已經有30年的歷史喔 我今天點的是水果茶 還有這個黑糖珍珠狀奶 它的珍珠聽說都是手工現做的嘛 就是還熱熱的看起來很好喝 這邊呢是開眼鏡行的哥哥 然後這邊呢是開咖啡廳的弟弟 他們是兄弟喔 那想請問兩位啊 為什麼就開了眼鏡行 又想要開這個複合式的咖啡廳 然後這個中心新春這個地方 對你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最早是媽媽開了一家眼鏡店 那它是以服務這邊在地客人 自從費省之後很多的人口都外流 但還是有很多在地的老人家 還是說他們的子女都還是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這附近只有我們這個眼鏡行 想要照顧這邊大家的眼睛 我們就好好把這邊的在地精靈這樣子 居然這裡只有一家耶 所以照顧大家的健康是他的使命喔 謝謝 咖啡廳也是我媽媽所開的 就是為了 對就是可能女生都夢想開一間咖啡廳 主要一開始是為眼鏡的客人做打造的 很多人是動省之後到世界各地 又回來找自己回味 可是需要一個地方需要一個場所 有些人喜歡來這裡看看這些樹 然後綠色隧道 想說創造這個環境給大家使用 喔有解謝謝謝謝 所以等於就是說你們想要創造一個 讓大家返鄉回家有溫暖的一個空間 讓大家休息這樣子 喔很棒耶 謝謝謝謝謝謝兩位 謝謝 我就站在這個交界線 好笑喔 我現在來到甜心烏婆房 這邊有很多糕點可以吃之外呢 也有茶可以配喔 嗯 我已經有聞到很香的味道了 這個茶就是他的喉韻非常的好 然後喝完之後喉嚨裡面會很灰乾 喔 欸很清爽 對 像這個茶就是除了配餅乾之外 蠻推薦的蜂蜜蛋糕喔 這個蜂蜜蛋糕 日本現在超級蜂蜜珍桌奶茶都不對 這一波流行退了之後呢 日本認為下一波會流行的 就是這個台式的蜂蜜蛋糕 因為他吃起來的口感跟日本的完全不一樣 日本是很紮實的那種口感 那台灣是很蓬鬆 對日本人吃到的時候會覺得很驚艷 我一開始在台灣吃到就覺得 欸很軟這樣子 很蓬鬆的 現在就是先介紹我們的蜂蜜 是做台灣造型的 啊對這個 日本人超愛 而且日本人都會喜歡這種小包裝 因為都很好發給同事朋友 這個真的很適合販售禮 這個蜂蜜喔 是用三種的蜂蜜的品種 三種的蜂蜜 這種是土蜂蜜 土蜂蜜 這種就是金鑽蜂蜜 金鑽蜜蜂蜜比較甜 湯蜜蜜比較香 再來就是傳統的 最早期的冬瓜餡的鳳梨餡 我們三種 用黃金的組合調和起來 就是說它不會太酸也不會太甜 哪有鳳梨味 有沒有 我覺得好像在做小籠包喔 對對對 外面有一個碼照出來的 我們哪裡在這裡 中央 欸我要戳太中了 我要戳太多了 我要破壞到 戳太用力了 好好 乖乖乖 好 好了 哈哈哈哈 那其實這邊是一個社會企業 他們有個很棒的理念 就是 照顧這些幸福小矮人 所謂的幸福小矮人 就是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大朋友們 因為他們覺得一些遺跡之常 這些呢 都不是政府有輔助的 是老闆自發性的 這個理念非常很棒 我們在第一步 然後我們要去欣賞 我來到日常咖啡 很巧的 我剛剛遇到了眼鏡咖啡 咖啡的老闆 他來這邊烘豆 這個超萌的熊熊 非常的逼真 來慢慢的 喔 我還要轉出來看一下 然後 欸 他跌倒了 超好的 那邊是手沖咖啡 其實咖啡呢 是不應該有苦澀味的東西 其實它是很berry的 是很香甜的 其實我平常是沒有什麼在喝咖啡的人 可是連我喝到就覺得好驚豔 那一下就把它喝完 欸那我也想要問一下老闆 為什麼會想要在這邊開咖啡廳 然後這個忠心心村對你來說又有什麼意義 我從小就在那邊長大 他從洞神幾乎睡了20年 他幾乎就停留在那個時候的那個時光裡面 就很美好的保留到現在 念書的時候在台北 那裡去了很多國家 最後還是覺得自己的家最溫暖 所以我就回來了 因為我家做成已經做30年 超過30年 然後 因為我玩咖啡很多年了 我就想說乾脆開個咖啡廳好 我就去考了一些國際級的 像考那個CQI 就是國際咖啡協會的國際咖啡評鑑士 天啊 專業終於專業欸 天啊 我全部都是考國際的 我們期待啦 有一天我們可以走到世界 謝謝 我來到了十一堂 那其實現在我們時間晚了 好多伴手禮 後面這個 層面都空了欸 都被買光了 不好意思老闆 請問這邊有什麼是比較最推薦的 我們最推薦就是我們的檸檬蛋糕 有聽過 那是我們南投的最厲害的伴手禮 喔最厲害的喔 對對對 那我們牛龍蛋糕在節日的時候都賣得非常好 喔真的 欸 等一下可以吃看看 好 謝謝 謝謝 今天一整天這樣子走下來啊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有運敵的一個地方 而且它讓我覺得我看見了日本 日本的地方文化經營得很好 很有朝氣 然後人民就是互相協力 很喜歡這樣子的氛圍 我今天在中興新村 就真的有日本的這種在地感 讓我很感動 我這樣子去訪問每一個店家的人民們 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真的是非常真心的愛這塊土地 因為我們做這個頻道一開始的原因 想要讓更多台灣人更認識台灣 與其說外國人是我們是更想讓台灣人知道台灣的美好 那這邊的好我覺得真的是你要親自走訪一趟 才能夠深刻體會的 每個人對在地的這個 在地愛嗎 讓我覺得非常的感動 而且人民都非常共同協力 就是要努力經營這個地方 很讓人感動 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親自走來一趟認識這個中興新村喔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喔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你看了影片的感想 或者是你其他的私房景點推薦給我們 那我們還有其他的內閉影片也歡迎看看 每天有用 這支部給你選人用 中日文分享之區 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掰掰 有出現 有出現 他 曾經是一個陪都 其實在中華民國歷史裡面 在二次世界大戰這段時間 跟日本這邊是有一些戰爭在裡面 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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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雑 有出現 可以為所有的 感谢观看